两名妇人去山上采决菜,过了两天都没有回家 在警察和家人的搜寻,终于在竹林深处找到他们失踪两人 明石英子跟水爷会子 但他们早就没有生命真相 最诡异的是,警察从明石英子身上找到了一张纸条 凌乱的字迹写上了几句话 有人在追我,救命啊!这个男人是坏人! 人找到了也有这张离奇纸条线索 但已经过了40多年,警察却迟迟无法破案 这两个人到底在身上遇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开始这个故事之前,如果你喜欢正式按揭的影片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喔! 日本常干净,阴面靠山,上面又淋水 所以盛产了许多决菜 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到这里采野菜 时间回到1975年5月23号 两名一起在超市打工的妇女 小英跟小慧 在下班后,香月一起骑脚踏车 带着便当到附近的竹林采决菜 小慧的老公在下午5点接到幼儿园老师电话 说3点都没有人来接小孩 小慧老公就打电话到太太工作的超市 得知她跟同事小英早在10点就已经离开 说要采决菜,隔天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她老公又打电话到小英家 结果小英也没有回家 感觉不太对劲,所以就赶快从京都赶回长冈京 到了竹林附近找太太 但天色已经暗了没有找到人 第二天一找,这两个人的妇人先生又再次到竹林找人 这次在三角下看到太太们的脚踏车 金爵可能出事了 所以就打电话报警 在警方派出大量搜救团队之后 没有多久就在竹林扫山顶上 发现了两名没有生命的太太 但梁的样子让他们触目惊心 43岁的明石英子在45角度的斜坡上 头下脚上面朝上 全身有多处的皮恰书血 看起来是被殴打过好几下 左右侧的肋骨跟肝脏都断掉和破掉 依三不整,还有发现男子私密一体 推测是被轻 小英的同事谁也会指则是在波顶上方 他也是一三不整 不过没有找到私密一体 但下方有许多划伤 他的脚后跟也断了 所以当下应该是已经不能逃跑 两人身上的财物跟贵重物品都还在 所以推测应该是复仇或是轻为目的 现场警察找到犯人遗留在小慧身上的菜刀 没有指纹 不过因为同类型的菜刀就有七万多把 所以除了这个海底捞针的线索之外 他们就转向妇女和现场的其他证据 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纸条 这是一张两人打工超市的搜据 揉成一团塞在小英的牛仔口袋里 搜据背后写着三行字 在这张纸条上还发现了错误和图改 显示当下小英非常慌张 在通过笔记的受力和潦草程度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将收据藏在手里偷偷写的 小英偷偷写纸条时凶手可能正在袭击小慧 所以他才赶紧写完放在牛仔裤里 但这个举动本身就有点不合理 他是想把纸条塞给谁 为什么还有时间写求救纸条却没有赶快逃跑 根据两人为的实物分析 应该案件是发生在中午过后没有多久 那时候总共有16个人进商采决菜 车子停房位置离他们遇害的地点也不到500米 三角下还有40名左右的建筑工人在盖房 警察也都一一对他们进行调查 事件发生的几个礼拜前 这地区时常就有人报案可因人出没 有两位妇女都表示 曾经有一位年纪约40-50岁的男性跟他们搭话说 太太 决菜炒得不少呢 男子170公分左右 手还拿了一百菜刀 两人的口述跟模拟画像推测应该是同名男子 不过到了1994年 因为此迟无法确定嫌疑犯的身份 案件已经过了公诉时效 让这起纸条求救案件就成为了未解之谜 其实在事发的5年 过后1987年5月有传出长钢经类似的命案 但地点是发生在祖父的家中 犯手法极度相似 事后又 火烧回现场 歹徒当时遗留的血字跟两名太太凶手一样都是O型 警方也笃定就是同个人 但还是没有抓到人 这会是巧合吗 不过因为这个案件也流传出另外一个传言 有人说这名妇女当时5年前 也是跟着小英和小慧一起上山采决菜的 但她逃过一劫逃跑 警察为了保护她才没有公开她的存在 不过结果最后这不存在的第三名祖父的下场 却好像是因为卷入了什么麻烦被采决的凶手灭口了 但这个谣言警方并没有证实 只不过是媒体的猜测 所以最后这个事件也是同样成为了未解事件之一 留下的只有那张充满遗憾跟怨恨的收据求救纸条 请订队